这个高龄85岁的阿公 身手矫健 平衡感十足 每天在工地现场 爬到一层楼高的地方工作 这个亚洲建庙大王 出身清寒家庭 从小就跟着爸妈帮人盖房子 结果越做越专精 因缘机会之下 又从人的房子盖到了神的房子 生意跨足阴阳两届 海外的华人也跨海下订单 位在屏东乡间的传统工厂 一天可以出货7座庙 您收上议员 一千零个故事的采访团队 就带您实际到现场看看 一座庙到底是怎么组装完成的 还有怎么盖出亚洲第一的规模 广播一起 林副准立刻骑着战车显身 已经吊起了庙体结构 就等着他做最后勘验 这一座庙已经完工 即将出货 眼前最大工程 是把超过50吨的他 放上托板车 还有一个环节不对就拉高嗓门大喊 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这边都拖起来就吊出来了 我们就好 一边再挡我们了 边走边弯下身子比对 务必让塑胶垫都能精准对到位 这个动作是让庙体跟托板间有个缓冲 移动时才不会有任何损伤 横圆大物要离开工厂 在马路上运行 可谓姿势体大 宽度凉了又凉 稳当放上托板车还不够 这位老塞又动起来 伸手脚劲往上爬 他已经把数最高龄 4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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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WG 7WG 4WG 4WG 肉织 5WG 你到南朝在這間路四、二、三、二 怕撞到店舖或撞到甚麼地方 撞到那邊的隔壁 如果要撞到那裡 這個房子花了幾百萬、幾十萬 他精神上都比年輕人還要好 因為其實他如果不照鏡子 他都覺得他才17歲而已 所以我們也很佩服他的精神 而且他是屬於甚麼事情 都喜歡親力親為 出生在屏東東港的林富准 從小跟著父親和哥哥到處蓋房子 後來幫一位村民修建廟宇 村民大讚他的手藝 才開始慢慢轉型 年紀大正是做起蓋廟生意時 為了公告周知 甚至把租好的廟 就放在拖板車上開著到處宣傳 漸漸地全國各地都有他的廟宇酌跡 拿不到足 somewhere呢 加強 Elvis 問題很大 進到屏東南州的蓋廟工廠 佔地八千坪 四層樓高 六十歲後正式進到屋裡做建築 裡面從定板膜 灌膜 脫膜 到水電 焊接 雕刻 彩繪 所有蓋廟工序全部具備 要去安法做安法道 做一個東西 狙擊一丁東西 在那裡我做到的 叫西湖安法安董 所以你問 看到一個人 我都總有辦法做 來 教杰 我問你這個 你剛才來這裡 你可以買這個嗎 不會啊 買什麼人 你是西湖 那就是西湖 所以你問我對一個人 我都有辦法跟你回答 就是原來我不會畫 對 來老闆說 在那裡花那一個社會 他會講 那我跟他講 都會久了 等那裡都要畫這個 那這就要欺負了 一直到現在 寶刀都未老 談起幫神明蓋房子的 每個環節都很得意 我們過去在外面蓋廟廟 現在要縮回來西湖廟 這個也是說出來說 不是很困難的工作 第二個就是 去插一下 天湖去 還有工廳 這個 其實在進工廠以前 是蓋棕竹木、棕瓷 還有大小金爐 但發現市場需求越來越大 才一直往蓋廟工程發展 這時兒孫輩也紛紛回來幫忙 幫別人賺錢 不如幫自己的家裡賺錢 然後再加上爺爺公司這麼大 其實他們就是一般的人 對於管理方面比較沒有概念 然後就是公司這麼大 是需要有人去幫忙他做管理 還有行銷的部分 雖然這是個傳統產業 老靈魂裡卻有新思維 他拆解廟宇結構 將它模組化生產 最後進行組裝 但動輒以盾為單位的零件 光石斑洞就是最大問題 我便來這裡做人 我剛才都經濟全年 這麼大鏡 瓶子沒錢 還沒到經驗的時候 他會利潔 我們如果有這個過島 天車加上地籠 千斤之石 都可以輕如紅毛 疫情造頂之年 生意不受影響 反而訂單多二兩成 天天都忙著出貨 山林小鏡突然出現龐然大物 變得特別醒目 像今天天氣就很好 今天天氣就好 就是那個土地公公有保佑 不然最艱辛就是遇到下雨 因為下雨在施工上面 就變得非常困難 出動兩輛拖板車 一路從屏東開來到的是新北市 有三峽後花園之稱的插角禮 信眾要幫土地公公換新房子 所以早上零覆准 耗時三個月終於完成 但貨要安全抵達目的地 又得過五關 斬六將 除了要閃車之外 還要閃電線 樹枝 對 然後你看他們有時候 因為這板車他們的駕駛技術 你稍微一個角度不夠 它就要抓很大 因為車身很長 所以它就要抓很大 你會感覺到它的 它在閃避的動作 就會變得比較大這樣子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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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往那邊抓過去啊 各位來 八點五坪的土地公廟 抵達安座位置 還得出動大型拖吊車幫忙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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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光是閉電線 橋角度就花上一個小時 工作人員也得爬高 當吊車司機的第三隻眼 這是場耐力大考驗 一分一毫 不得有誤差 否則就是壞了百年來 裝頭上的大事 因為這間土地公廟 是百幾年的廟 因為就是家裡都被避 老水 我也請人來 來抓老什麼 沒效 這支廟來 家裡坐 然後就說 說 說 可以啊 對 頭到尾這算上的 差不多三百萬就花了 廟本身差不多不用到兩百萬 讓我們柵角度的利民 大家掛錢 還有一些地方的當事長 來幫我們贊助 快快快去 GO GO 阿田 來 誰跟家兄來 所以我們就是帶學生過來 見證一下這個歷史 可能幾百年才會看到一次吧 對啊 連我們自己從小到大也沒看過 模組畫的廟宇 吊掛作業 像是在堆樂高積木 一個配件裝好 再裝下一個 但當主建物安坐好 還不能蓋廟頂 因為神桌重達三百斤 得先從天而降 按照順序 最後才能蓋上廟頂 大家蓋方便 一間也沒跪 一間也沒跪 人家要頂一間八百 我們就蓋著 就蓋著 你又給我 廟宇親吻 要花一間廟 好 好 你好 我看不懂的 好 傳統蓋廟要耗費千萬 耗時好幾年 對於利潤不高的小廟 師傅通常興趣缺缺 所以零覆准剛轉型時 就從別人不做的 小廟市場切入 小到一百二十公分高 大到二十坪都做 這反而讓它 迎來許多海外訂單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上海 更有軍事重地 太平島 太平島好像一般人 都沒有辦法到達的一個地方 那他就是說他們那邊有一間 觀音廟 那因為他在那邊 工作已經完成了 在工作期間他很順利 所以他就訂了一間廟 然後就是有專船 然後運送過去太平島 然後在郵軍方跟他們那邊的一些人員 把它安裝好這樣子 大概一個車座 這樣飛起來 飛這個大概會飛起來 然後再慢慢修蓋 慢慢修蓋 阿公生意越做越大 孫女們回來幫忙管理行銷 念體育的長孫也學習電腦繪圖 他把老人家手繪的圖像放進電腦 依據需求再進行調整 但這還不夠傳神 林建智又學了3D列印 把阿公所想的通通立體 一輩子都在實工實做 生命裡突然闖進現代科技 老人家樂意學習 張開雙臂歡迎 儘管如此 第一線的工地 依舊是她的快樂天堂 阿嬤她都在灌壞 走我不認真 她在跑跑跑跑跑 她都跟她過條條 香港人都怎麼微過 阿嬤就沒得到 一單騎叫 我想說 她這裡不像 她要燒 29 我的前面 丹妙工廠是亞洲最大 生意跨足阴阳两界 赚多少已经不过问 只在意别人吩咐的工作 有没有做好 能否准时交货 这一顿这就是我的名字 这顿全部就是我在地的 盖庙成了一生的职质 父母给他取的名字 似乎早就把命运写下注解 凡是认真不负众望 三米外要做个条件 妈妈别做了 有准准到没准